詞曲 李宗盛 是嗎 那我的開頭呢 要用肯定您來開始 这个是本期问证十余年来第一次 我在总咨询的时候 肯定院长 谢谢 不敢当 如果说将来民进党执政 行政院院长 可以在社会争议事件沸沸扬扬 全民最需要有一个交代的时候 立法委员一个简讯 希望院长出面处理 而院长立即回应说我在处理中 然后经过八十四分钟 就告诉我 你处置的方向 这八十四分钟 可能会是一个很难破的记录 我希望能够更快 这件事情 您从头到尾抓住 也等于是本席在简讯里面告诉你的 不能够听宪兵自己 不能够听国防部自己在那里解释 对不对 对 从头到尾做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 Key Point的掌握 本席认为你处理的值得肯定 虽然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 还没有厘清真相 还没有给全国人民一个合理的交代 国家的档案的管理 到最后在国发会的这一块 败给王世坚 这个部分 虽然社会 还没有对政府完全的满意 可是就院长个人 这件事情在第一时间 可以去做这样的处理 本席愿意在这里给你肯定 谢谢委员 但是肯定之外 问题还是要讲明白 我们还是要强烈的监督 你知道国家的档案 一直在逐渐的消失中 你看看 这是102年12月的时候 政大有一批207册 很重要的军情资料 这也是国家档案级的资料 政大戒约的时间 截止的时候 军情局呢 竟然就不经解密 就直接准备要销毁 这件事情 本席也是紧急地把它抢救下来 跟这一次国防部一样 看到这些资料 你看看这一页 国防部其实是知法犯法 国防部自己的网站 都告诉大家 你如果要调阅国防部的网站 这一些资料不在我们国防部 我们已经移交给档案局 什么资料呢 就是像228事件 像白色恐怖事件 以及重大的政治事件 这些都属国家档案 美丽岛事件也属国家档案 国防部自己都知道 权限在谁 权限在档案局 所以问题出来了 档案局有没有第一时间介入 没有 国防部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权限 其实是在档案局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是白色恐怖资料 白色恐怖时期的检举书 判决书等等都已经列入国家档案 依我们国家的档案法的规定 它的权限 权责 主委属于你这边 是不是属于你这边 是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 那些档案的 那个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这个消息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档案的内容是什么 国防部都知道 都已经要用账户罪出发了 你怎么可以不知道 所以主委 你现在开始 你也要了解 我们国家的档案法的规定 属于国家档案 这个叫做永久保存档案 属于国家档案 它的权责就是在你所属的档案局 不要让国防部 发生这种白色恐怖的事件 这样了解了没有 不过我也肯定主委 本席也是在简讯里面要求你 让档案局出面来解决这件事 但是我们来检讨一下这个时间 你看看 3月6号上午发生事情 然后3月7号晚上的时候 胡先生出现 说他有牵件白色恐怖的资料 你一听到白色恐怖的资料 马上就要知道是档案局 可是没有 整个行政院院长 整个行政院也不知道 然后呢 国防部就说 你不要给我们了 你送去警察跟检调 连罗吟雪 连法务部长也不知道说 这个权限是属于档案局 罗吟雪也胡说八道 然后档案局一直不出来 所以本席呢 就简讯叫你出来了 对不对 本席在3月8号下午 1点 就通知你 1点08的时候通知你 然后一直吹 有啦 很巧 你也是在84分钟之内 回答我 好 本席是2点51分通知你的 你是1点18分 回答我说你已经指示 你已经指示 我们的档案局出面了 对不对 83分钟啦 院长比你还要早1分钟 83分钟你指示了 可是院长 我们的档案局 最后呢 动作很慢 联系一整天 告诉我们联系不到人 他不知道说 他可以去现场 所以最后呢 就在 社会已经开始说 我们集职去买啦 然后已经开始 真功读生啦 去替他数位化啦 这些声音沸沸扬扬的 时候 档案局才说 联系到了 但是 也没有动作 所以最后呢 我说 你们被王世间打败 你知不知道 现在档案在哪里 应该是在 王世间他们把他封存起来 那你什么感觉 你身体什么感觉 我们还是希望 因为我们觉得 他们 你不要训练人家 你要觉得抱歉啦 对 因为 我们觉得其实 这个过程 我们其实是很公开啦 我们最后还是希望 最后这些档案 因为我们感觉 这档案 应该还是蛮重要 这整件事情 这么辛苦 政府这么辛苦的处理 可是你们的行动 赶不上 人民的民怨 你们的行动 跟民间的期待的速度 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这是一个 民怨迅速累积 民怨迅速爆发 人民的期待 如风起云涌而来的时代 政府的心态 政府的脚步 跟不上这个时代 你们不是一个 可以因应这个时代 节奏的政府 院长 要检讨啊 其实就是 您这个荧幕上 显示的时间 3月8号 就是前几天 我们在 3月8号 礼拜二 我们是在立法院这边 其实 在立法院的时候 我就 跟这个主委一起 其实同步都只是 党管局 党外管理局要出面 那那个 当天晚上 我取得这个 是 你也知道 社会 社会 对于党管局 是不信任的 你们这个时候 要如何以朝公信 其实很简单 你一个记者会 出来 召告社会大众 第一 我们会在 移交的时候 数位化 全部立刻在现场 全部扫描存证 大家放心 只要经过扫描存证 绝对不会被 湮灭证据 可不可以这样做 可以啊 人家都已经想要集资 想要征集公读生 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党案局就说 不用我来做 这是国家的党案 我们有善尽保护的义务 而且其实 党案需要经过解读 这些党案里面的人名 包括最近 一直讲的 刘新邦 他到底是不是 真人的名字 包括刘某欣 是不是真人的名字 这个都需要历史学家 以及 党案解读的专家 他们经过解读之后 才能够出版的 这些过程 你们都没有让社会知道 你们也没有让社会知道说 并不是 把这些党案留在手中 就是保护他 有时候反而会是伤害他 所以这整件事情 我觉得你们 这整个过程 要给社会一个道歉 是 那个委员讲的这个做法 的确是最理想的做法 那么3月8号那天 要求党案管理局去接触 其实那个时候 还不确定说 这个答案 是不是可以拿得回来 因为要看这位胡先生的态度 可是我们都没有看到 你们去交涉 有啊 人家他已经讲说 他不会为难 后来我们是在3月9号中午 跟他们联络上 然后约2点钟见面 那胡先生是有一点紧张了 所以他说 希望能够是在一个公开的状态下 所以后来我们有邀请了 记者一起过去在现场看 我们最主要要确定 那些资料的内容 第一个是不是原件 第二个是不是真的是具有那些 后来我们发现那些资料 的确还蛮重要 所以我们当场就跟胡先生说 所以你看那些资料很重要 结果现在呢 在封存在这个 over my dead body的王毅元的身上 你们真的是被打扮 你现在怎么办 你要over his dead body 你拿得到这些资料吗 院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要赶快紧急处理这个问题啊 要over his dead body 你如何去赢得 你只有因为王毅元是民意代表 你只有赢得人民的信任 说我现在是这个SOP 你们放心 资料我必须替国家 做善进管理 我拿回来 大家放心 绝对不会被淹灭 绝对被好好的对待 你这个SOP 赶快拿着 去召告社会大众 然后让王毅元 有一个 人民已经安心了 他才有可能交给你们啊 那个委员这个建议很好 我必须承认 檔案管理局在过去 外界的民众 比较不知道有这个单位 是 所以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要赶快处理 现在当然我们必须 转移对象 因为封存的技术 是不是会伤害到 我们也不知道 我想 我想这个 檔案管理局的 那边的数位化技术 应该是政府里面最好的 否则 他就不能够 担任这个角色工作 所以现在当然 对象要移转到 王世娟议员身上 不要等到真正的数位化了 你立刻在现场 全部扫描以后 再接收给你嘛 再移交给你嘛 是 那这个 这个资讯里面 其实也涉及很多的个资 所以也不宜让这种资料 就外泄嘛 但是谁 谁可以拥有这一个资料 然后对社会做见证 所以我们已经全部保全证据了 所以可以交给檔案局了 这很简单啊 胡先生 王毅元 或者是彭教授 三个人对社会做一个见证 诶 我们全部扫描 绝对不会被淹灭 我们应该交给国家 应该要赶快去做这件事好不好 这个如果说 现在持有这些文件的人 愿意把文件 不要说给我们 但是至少借我们扫描 胡先生有说了 对我们是绝对愿意的 他说可以捐赠 你们要表扬 而且国家将来 档案法等等都要修改 像这一种已经是民间的资产 你要把它当作是民间的资产 如果他捐赠 我们也要给予他税的优待 税的抵免 这些事情 或者是给予他应有的表扬 这些都要入法 现在档案管理的办法 就可以接受捐赠 那我想数位扫描这件事情 这个老实说 还是必须要拿到 档案管理去做 因为设备的管理 这样做是对于文件的扫描的保护跟精确 请他们到档案局来公开的 可以 这个都可以的 好不好 可以的 只要他们愿意配合这做法 我们会尽快 我想这个时候大家都愿意 因为大家都希望看到这些资料 能够被国家好好的保护 那现在不愿意交给你们 就是对你们没有信心 很怕说他们被销毁 我想那个档案管理局的SOP 可以拿出来 我们做一个假设 如果这一次的事件 能够bypass 掉 因为你知道 国防部部长保了两个人 一个是政战局局长 一个是宪兵司令 他说这两个人不知情 他们两个人不知情 而能够bypass 去指挥宪兵办案的 只剩下一个 就是部长 部长也不是 那剩下的是更高的 更高的力量 本席当然知道是谁 我们不便去推测 不便去推测 但是你们让我们看到这个事实 而这个事实 跟本席掌握的对象 是符合的 不是来自国防部 今天 他有两种可能 一种 是检举方 看到这个时期的资料露出 怕 检举人的资料外泄 另外一种 是被检举方 看到这个时期 这一类的资料外泄 他自己的长辈也是受害人 他想知道 谁检举他的长辈 有多少人在暗夜哭泣 至今五六十年 还不知道真相 而如果这个人 是政府的高层 他会想办法 让他影响所及的单位 替他去拿回来看一看 替他去找一找 假设是这样怎么办 如果是这样怎么办 如果我做梦 梦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怎么办 院长 这个意思很简单 每一页的资料 都是一个人或一家人 或一家世世代代 他们生命珍贵的历史记录 还有他们期待平反的期待 本席就收到一个简讯 问我说 管妈 你手中的资料 有没有我爸爸 他的爸爸是 言分地带的文青 跟医生参加读书会 他是属于被暗杀的 白色恐怖没有任何的档案 是无法平反的 他是属于被暗杀的 多少人一听到有资料 就想知道 有没有我的爸爸 有没有我的爷爷 有没有我的谁在里面 没有转型正义 就没有民主啊 好 谢谢管委员的咨询 谢谢张院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